第五题说 我们有个货呼喚设计的黄色小鸭 冲气之后小鸭会漂浮在水面上 但后来呢 它因为不明原因开始消崩 就沉到水里面去了 它想请问我们冲气的小鸭 消气后的鸭皮跟水之间的密度大小何者正确 那我们能够理解 因为我们的冲气后的小鸭会漂浮在水面上 我们就知道冲气后的小鸭的密度呢 是比水来的小 而消风之后的鸭皮会沉到水里面 我们就知道消风后的鸭皮的密度呢 是比水来的大 比较小的呢 会密度比较小的可以浮 比较大的会沉下去 所以呢我们就知道 消气后的鸭皮比水大 而水呢又比冲气的小鸭来的大 所以因此我们的答案呢 就应该选择的是猪 消气后的鸭皮大于水 大于冲气后的小鸭 这就是我们第五题的答案